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今天港股受到外圍股市的拉動高開 可惜美市時又受到內地股市回落的影響而低收 全日恆生指數只是微升了84點 收報23919 成交活躍有1244億 大成交,衝高回落,大家要小心 港股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樂觀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就是世紀大重組 未講到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都要從昨晚美股講起 你見到道指,昨晚連續第二天上升 上升超過300點 收報17907,即是從上17,900位 下一級當然是18,100,181 也都在等星期五,即今晚 美國就要報告,究竟好還是不好 但你從這個圖,你都見得到 過去一段日子,每次如果就算創到新高 升幅都是很微的 不是說一創新高就噴噴聲衝上去 反而它回落的時候,它就急彈 V底反彈 彈了之後去到高位 萬六、萬七以上都是這樣 每次再創新高的時候 升幅其實是很微的 今次就算升穿18,000 18,100 再創新高可能是18,200 18,300 又可能又要回的 大家要小心留意著 美股其實去到這麼高 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回到港股 好了,恒指今日,受到美股的大升的刺激 高開 一開的時候已經是24049 在24,000關以上 好像表現很好 曾經衝過上24169 可惜 衝過上去 又突破不了之前的高位24313 這樣也不僅 在大成交之下,還要回到低收 即是24,000關,未正式升破 收回23919 這個24,000關 可能只是一次假突破 大成交衝上去 是陰燭下來 要小心 好了,為何會不斷跌呢? 就是剛才說過 是因為上證指數 上證指數今日的表現就是 先 5市的時候,曾經衝高去到3404 然後急跌回119點 去收報3285 由高位時大幅回落119點 接近4%的回吐 從高位計算 其實昨天也說 A股中期頂 昨天就說3394 今天升穿多幾點? 多10點? 10點?8點? 這些可以不理 其實都是3400區那裡 已經看到中期頂 連續兩次 兩個戰咀 一個大圓形勢 如果星期一真的再跌的話 就沒眼看 即是會展開一個比較深度的調整 大家要小心 再看上證指數周線圖的見出 在此持續升勢之後 今週出現一個射擊之聲的形態 高位出現的形態 代表有機會展開比較深度的調整 大家要小心 A股沒有想像中那麼理想 好了 我們說回今天主題 今天主題就是說 世紀大重組 大家都知道 長和系在收市之後公佈 重組 這些公司加加起來 全系 有萬億市值 要公佈重組 那當然是大件事 如何影響呢? 我相信一件事就是 世上沒有墨不透風的場 這些消息可能早一早已經滲出來 你見到 那個走勢就是 咦? 最近回會底 可能市場對這個重組 是有些想法的 我的看法就是 重組 我不知道它短期股價會怎樣 你從這個走勢就一般 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 這些大一點 如果回吐下來 就是低級的機會 小條就小買 大條就大買 假如今次會回到82元以下 81元 小買 100元 大買 沒有問題 長和 和旺這個股價也是 現在88元邊收87.4元 又是在52周低位附近 如果再調下去 80元邊小買 低過80元 譬如70元大買 其實這陣子的重組 如果真的有密不透風的場 大家知道資金 在同系中留在什麼股份 就留在長江基建 它一直留在高位 因為高息 等 52周高位 大家似乎對這隻 就覺得比較看好 那麼 之前那兩隻 如果真的回吐下去的話 我建議 就小條小買 大條大買 好 今天分析這麼多 多謝大家